好,我可以當創的,我都會做 OK,好,感謝,感謝 現在台灣的年輕人都很愛聽我們台灣的中部的講話 因為我們所做的影響,他們的觀點 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人的時間經休憩,時間的堅持精神 所以我們就要用世界有好,世界有好律的東西來做行動 經過這個術信會議,是最簡單的這些成本,最簡單的 大家在手段都可以給最高的意見 東哥倫塞車就好多跟我們分享 你塞車賣檔了 好,希望這個東哥倫塞,你進行去台灣 一些公告 說你塞車賣檔,參加反水牌的台灣人的術信會議 你們就說沒關係,你塞車賣檔,你可以跟他講一下 說我去台灣,塞車賣檔,參加這個賣檔 這個問題 塞車賣檔,不管在高山,不管在海騎,不管在沙灘都可以說 在山林都可以說 因為台灣的這個網路,世界有名,開始10名來 聽說韓國第一名,日本第二,我們台灣第三 所以我們台灣現在在高山,在山林都可以上網 所以很好 尤其是台灣有發聲,我們自己的尾聲,所以修台 也可以用這個網路 今天這個烏拉克 五星在台北 有啦 他們的通訊,速訊很好 所以他們的戰爭會比較下面 OK,春五分啦 中式就開始高 還沒啦,還沒五分,還沒五分就夠了 我們就直接遵循啦,好嗎?六點就六點了 要遵循,要遵循 要遵循,要遵循 郭格拉斯,你現在人在台灣,我在台北 我都不敢趴趴趴走 這山裡面沒有問題,山裡面沒有台南 你是在,你是 我現在在瑞里啦,阿里山,瑞里 阿里山? 不要一直,不要抬 我現在台北齁,我昨天出去外面齁 訪問那個誰齁,我都不太敢出去 今天還要再出去,我都有點提心吊膽 台北現在很嚴重 這個... 現在無狀況確診齁,那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我們會搞清楚 對,對,對 要口罩戴好戴滿 呵呵呵呵 最好用四點的啦,齁 四點,呵呵呵 最好用兩點,就換一個新的 叫房醫師給我們... 隨便一下 呵呵呵 那一家我有看過,他要放在你用裡面去 那一次有買這個,是幾塊呢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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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Douglas,我還真的沒去過瑞里咧? 我真的想去過,我台灣環島 繞了五、六千耶 他真的沒有去瑞里 瑞里齁,我是差不多四十年前來 阿里山里是四十年前來 反正變了很多,反正都不認識 四十年前跟他都變就對了 這寫期,寫期結束就去 這寫期應該小孩子來這寫頭啊 小孩子要來 有一個叫做西阿瑞仲佐 西頭阿里山阿瑞里啊 對對對 這邊也有個古道,古道啦 這修得很好,很漂亮 這邊茶園茶山也漂亮 風景非常好 有空可以去那個北港牛西啊 北港牛西啊 我每次都專程去北港買去看牛西啊 牛西現在才有牛啊? 有啊,現在還有啊 還有啊 三六九 三六九的早上 而且我偷偷講 我在牛西買那個太陽眼鏡 只是講三百塊 但是同樣的眼鏡,同樣的產牌 我在台北買一次一千二 哦 哈哈哈哈 對啊 我去眼鏡行買 一千二怎麼跟我買的都一模一樣啊 在牛西喔,牛西買喔 三六九,北港牛西 不然就鹽水牛西 或是散化牛西 但是北港牛西比較好 OK 拜拜 欸,他們那餐廳可能也是買現場 OK喔,還有一分鐘啊 就會開始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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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關心台灣的朋友,大家好 好,這是海外旺之聲 後來把台灣人共同為台灣來發聲 參與主流走進世界 這是我們的心聲 我們知道海外旺之聲的 他沒有固執的任何政治團體 所以主要是要替台灣參與這個國際的主流 反映社會的這些優質人數 可以發表言論 針對日地提供他們專業的經驗 那麽 共同來為這個自信網路的平台 亦希望台灣可以持續走進民主的世界 那麽 從二月二十開始 發生這個黑客蘭戰爭 讓我們台灣很多驚喜 有人說台灣 今天這個黑客蘭 就能看到馬仔的台灣 那也有人說 今天這個普天去侵略 黑客蘭 但是馬仔 習近平是不是會出天去打台灣 這都是我們每個人都親身來收口 在這個地道裡面 我們知道有很多電視發生 最主要是在上禮拜的發電 上禮拜的發電 就是說 我們有看到在四月十二的時候 在這個黑客蘭 有他們的 Moscow的巡洋艦 結果 在那裡有被注意到 但是到四月十四 其實是四月十三晚上的時候 就去到這個黑客蘭的兩顆 Neptu 海王星的反艦飛彈去打台灣 所以這個給我們很大的驚喜 這台前 本來是說 Moscow的最大的公營 結果呢 現在去打電視 那麼 在這裡 他們進行 剛開始戰爭的時候 有出一個郵票 這個郵票其實是在四月十二發電視 結果是在四月十四 這台Moscow的巡洋艦去打台灣 今天這個 我們在這裡進行就是 第五次的 第五次的這個 作單位 我們有兩個很優秀的 我們的鄉親專家教授 他們要來幫我們做 很精彩的 一個專題的演講 第一位 我們就是要邀請 這個鄭教授 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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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非常非常極出的 背景 他要跟我們說的主題是說 對這個黑客蘭 他們這次戰爭拍到非常地好 那麼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 不能做出最最好的 這個拍度的方位 鄭教授 鄭教授 他的學歷 他有跟 博士 學士 大學 大學 非常地 環境的 學歷 再來就是他的經歷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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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比較不熟 他是 這個 建立的 結構書的學會 在台灣的現象中 就對了 他 當然 做過 君風的 很多 這些 寶長 這個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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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 作品 拍出 看 拍子 拍子 用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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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這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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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贼鬼店 哦,这一张是谁 好,那我开始了 好。八三之时可以说错 我们从乌克兰怎么打 来看台湾如何做出最佳的海岛防卫 下次 下次 这张图其实 我今天按照目录 一前沿二 二国跟乌克兰的战争 第三台湾的海岛防卫作战 第四结论 我这张图是我看过 所有发生 这次俄乌战争 这五十几天来 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这些地点 请大家到时候这个报告 可以发给大家 请大家参考 前沿 其实作战的模式一直在进化 从科索沃 2001的阿富汗 到2003的伊拉克战争 到2011的利比亚战争 他所有的战争的模式一直在进化 现在已经进化到 21世纪的科技战争 最对20世纪的传统作战 俄罗斯跟中国 还空空空 他不晓得用2021的科技战争在做 至于美国老大哥 是去年的撤走 阿富汗 这不完了 这个是无底洞 他不完了 OK Next slide 好 苏联 这个国家是以空 他是战斗的民主 他是以空降部队出名的 但是空降部队有一个特色 霸魂级 910的战损力 公共把空降部队丢到松山机场 对不起 竟然有90%的战损力 当初他是如何打下捷克 1968年的8月20号 苏联说他某某运输机故障了 要求降落捷克的布拉格机场 事实上他是空降部队 占领机场 然后跟着空降运输机群 机群落地 6个小时之内 配合所有地面部队 拿下捷克 捷克当初是这样子 用空降部队去突袭 拿下来的 但是有一个特色 全部都是陆全国家 所谓陆全国家 陆地跟陆地是衔接的 我可以长期直路 战车直接开进去 但是中共跟台湾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中间 隔着是台湾海峡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空降部队没有大批的支援的话 是没办法做的 OK 面前 1979年的12月27日 同样的模式 也是进入科布尔 就是阿武汉被苏联 在1979年搞定 还是一样同样的战事 空降金直接进去 然后所有陆金 大金压进就这样拿下 拿下了捷克 拿下了阿武汉 所以说苏联这个战斗的民族 就是这样来的 OK Next slide 然后呢 俄国 今年的2月24号 俄乌开战 那俄乌开战的时候呢 也是同样模式 战斗直升机搭载了200多名空降旅 第11空降旅 然后对基辅 离开基路只有25公里的 安东诺乌机场实施突击 事实上呢 他们的空降部队的突击呢 美国老大哥的C4ISR早就看到了 所以说他们要进行 乌克兰的突击的时候呢 早就被抓到了 所以说呢 他们在没有重装甲之言的行程之下呢 这个空降部队呢 在机场的夺取战呢 已经失败了 所以说霍系之言的1276机队呢 中途呢 取消征援行动 迫降以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机场 所以说是2月24号 事实上呢 俄罗斯有打空 空降部队 但是呢 失败了 不然的话 整个战局会全部 全部平缓 OK 这是空降突袭失败的主因呢 就是美国老大哥 C4ISR早就看到了 空降突袭 是要突发加隐蔽加里应外合 才能够成功达到夺取的目的啦 而且苏联的空 为了苏联的空降部队 他们还发明了一个叫苏联制的空降战车啦 正常的战车是50吨 空降战车只有14吨 他是用银合金 到底银合金能不能还弹喔 打下去就知道喔 OK 请注意喔 21世纪的作战 美国的老大哥都看着你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这是一个非常Professional Turn 现在所有台湾的 什么关键时刻什么东西喔 我只听到一个人 讲到C4ISR 这个Professional Turn 啊这个Professional Turn呢 他从外太空有卫星 他有大气层外面的卫星 卫星下来喔 是网路 再下来呢 高中低空 再下来是地面 再下来是海津潜见呢 C4ISR 指管通知情间针喔 全部都看得清楚了 喔 今天最重要好 我们Next slide C4ISR呢 的空间的专备的配备 请注意 在大气层外面 所有的情报卫星全部看到 然后呢 中低高空喔 是由喔 电阵机 F35 F22 以及喔 那个UAV的无人驾驶飞机喔 全部看到 眼睛都看到 然后呢 下面的地面在作战 喔 所以说我们看高 大气层外面 高中低空的分配 而且把所有地面上喔 透过Grid 晚格化分配 分配被每一个负责的 负责的部队 OK Next slide 台湾有没有C4ISR 有 台湾喔 是印太战略中心 印太战略中心 有一个叫Link 16 台湾在2015到2020之间呢 这五年之内有编列了一个25亿 把所有台湾的陆海空三金雷达呢 全部Link到 全部整合到 印太战略中心的Link 16 喔 啊所以说这次的打战呢 而且喔 印太战略中心有整合了 全世界 最精密 最高解析度的日本情报卫星啦 啊我就说喔 这是C4ISR的图啦 它是陆 海 空 太空金 网金 全部 全部喔都已经整合 喔 Collaboration就是 Collaboration 全部整合了 协同坐在 英文化做协同坐在 Collaboration OK Next slide 好 C4ISR中心喔 的 档像 这上面这个可能是喔 Command Center 下面这个可能是 航空母舰上面的C4ISR的 的相片 好 Next slide 好 好 这就是C4ISR Command Center 喔 这 好 OK Next slide 这一次的作战 大出轰头呢 是UAV啊 无人驾驶飞机 台湾呢 有向美国购买了 MQ-9的 的UAV 就像这两张相片一样 他可以吸行地狱火 赤针等等 灰弹 好 Next slide 好 事实上喔 美国总统拜登 他一直强调 美国人不参与战争 美国人是没有参与的 没有进去战场 但是呢 这MQ-9的 无人驾驶飞机呢 他 飞到天空去呢 在战场上面喔 排回但是控制者 Operator 控制者是在美国的本土啊 哎呦啊 我喔 我没有进入战场 我人是在美国本土啊 事实上他透过 眼端遥控 眼端遥控 这个UAV啊 这是 UAV的控制中心 他就在美国本土啊 所以说喔 如果各位前辈把C4S 把我所讲的观念喔 确实去看的话 这一次 连莫斯科号 的那个主意见喔 被打掉 你就可以找到答案啦 OK 面前辈 好 这是一个野战的C4ISR中心 野战的 野战的 OK 我看这次美国的野战的C4ISR中心 都没有设置 都可能都在美国本土 OK 面前辈 好 而且喔 这次所有C4ISR的互动 所有的通信的互动 都是透过 特斯拉马斯克的Starlink 这叫做星链 传送资讯 这个星链呢 它的规格是金规 已经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实体隔离 台湾有民怨 台湾 因为我当过台湾的电脑中心主任 国防大学精密度最高的 那国防大学喔 我们有分成明 明网跟金网 金网呢 一定达到实体隔离 所谓实体隔离就是喔 重新建一套啊 我跟你外面的明网完全没有Combine的啦 好 我们看看第二大主题 俄乌战争 俄国跟乌克兰战争 我在看很多的僧然的赖群里面 都把乌克兰讲成是侵略欢 对不起 我们很清楚 俄国是侵略欢 我们要肯定 俄国是侵略欢 你不要赖 你侵略人家的喔 OK 把人家国家打成这个样子 什么什么意思嘛 OK 那是来 好 现在讲喔 碧可乌经键 碧可乌行罗舰 我在做这头影片礼拜三的时候呢 碧可乌行罗舰在暗夜的海上呢 在移动中被集成 他是怎么被集成的 但是现在碧可乌经键已经是喔 第二顺位去了 最伟大的莫斯科号黑海舰队的旗舰 被消灭在暗夜的海上 甚至于白根也被打掉 到底怎么被打掉的 你可以从C4ISR找到答案啦 就是这种干掉的啦 UAV低空的海上排回 然后呢瞄准了就直接打下去 连跑都跑不掉 OK Next slide 好 哪一次战争 可以跟俄国跟乌克兰 这次战争相比 我们随时镜头可以秒看 各战术行动上 而且喔 让他上电视 这如何解释 因为 美国老大哥 把最精 精密的科技 C4ISR 都已经用进战场 而且喔 24小时看着你 所以说 所有我们看到的 那个野战的相片呢 竟然都可以roon in roon out 尤其夜间 逢外线的夜视功能喔 欸 所以说喔 很害的啦 21世纪 美国老大哥喔 看怎么修理俄罗斯 俄罗斯 我看要亡国了 俄罗斯真的要亡国了 接下来喔 习近平 习近平的 如果要透过喔 中国就是下一个 下一块煎饼 OK Next slide 好 俄乌的战争 我们看 外行的看热闹啊 欸 你们只看到赤针灰弹 标枪导弹 战车灰弹 我们内行的一看 欸 这是标准的 C4ISR 加UAV Amented Area Vehicle 高中低空 坚增灰行器 以及情报画面的传递啊 像这个每一张影片喔 都可以room in room out 而且喔 透过人脸辨识系统 去阻杀 各级的指挥官啊 喔 结论是喔 人家Coco 美国的老大哥 24小时 透过卫星 透过UAV 都看着你 喔 来 Next slide 好 看一下喔 Russia的坦克喔 隐藏在大楼跟大楼之间喔 还是被乌克兰抓出来 并消灭 啊这就是C4ISR 美国老大哥 24小时 你看这一个喔 战车在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大平岩嘛 所以你没得躲嘛 所以说 所有的战车在地面上的运动 全部喔 可以认语 认识 认识 甚至于喔 GREAD 坐标 平均分配 你打第一架 我打第二架 那真的是喔 来 好 这是 赤针的防空飞弹 这个C 真C型的赤针防空飞弹 而且还有喔 车载式的都有 台湾也有买喔 这是 这是所有恐怖分子的最爱 拿起来就可以随时打掉你的民航机啊 这是恐怖分子的最爱 OK 接下来 好 标枪的缓战车灰弹 这个太好用了 一个二十万美金就可以打掉人家八亿的航空母舰喔 的那个旗舰啦 刚刚那个赤针啦 OK 接下来 好 事实上呢 2月24号 俄罗斯喔 从 东南 北喔 四个欢向入侵 他还有 空降部队 强攻 他们是 因为空降部队的失败 不然的话 整个机场喔 整个乌克兰 的那个 首都基辅 就全部都完蛋了 事实上 来 OK 接下来 最重要是Russia的亲敌啊 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太好拿了 2014年的克里米亚太好拿了 啊 本来 俄罗斯准备三天之内喔 搞掉乌克兰 所以说 根本没有准备后庭 所以说 所有全境的部队喔 当他三天打不完的话呢 没饭吃 没有器语 啊 这个喔 乌克兰的总统呢 克伦斯基 这个克伦斯基啊 他不跑 跟奥汉的总统完全不一样 啊所以说 台湾每次的汉官演习 在示范说 我们总统跑了 这可能喔 对军人来讲喔 对军人来讲喔 是很不可思议啦 ok next slide 俄罗斯的少将喔 俄罗斯的将军的折损喔 第一个少将被狙击击手枪杀 第二个少将被UAV击毙 第三个少将因加密通信被 被确认为说炸死 黑海舰队护士 最大的力气啊 无加密通信的电子缓制 电子缓缓制 无加密通信的被确听啊 积极手以及UAV 但是他所讲的 讲的积极手我是不认为啊 我认为UAV所带的第一火灰弹喔 他都能够到伊朗 把他们的第二号金头 苏雷曼尼喔 直接干掉了 所以说积极手这个名词 是二十世纪的名词 我认为UAV喔 所夹带的第一火跟刺针呢 才是最重要 可以起带积极手的 我不认为积极手是对的啦 ok next slide 好 俄国跟乌克兰战争 已经打掉了Russia 32个高阶指挥官了 而且他们使用人脸辨识系统 去抓到黑海舰队的护士令 然后呢 通过UAV 人脸辨识系统抓掉 所以说西里亚屠夫 你给我小心一点 Russia损失惨重 会不会去使用低弹量的核弹 我知道吧 因为喔 美国为什么一直不敢进去 为什么不敢对国际讲说 我进去的战场 他实施remot control 眼端遥控 因为 如果美国直接进去的话 苏联跟美国直接 当面干起来的话 那可能会起用核弹 那整个核弹 在未来的战争 可能是一种振折的作用 他是不能够拿出来使用的 他不能够拿出来使用的 所以说 依照 美国老大哥对战场的控制度 那 德沃尼可福将军 你这个西里亚屠夫 你要死啊 你 只要连连辨识系统 只要辨识出来 你在哪个卫士 你只要敢出来的话 你就完蛋了 所以说这张相片 ok next slide UAV amended area vehicle 那我现在会简单介绍一下 美洲师 唐文刀 这一次出现在俄乌战争的UAV PUMA UAV 英国的火影导弹 土耳其的TV2 以色列的油弹弹药 我简单给 给我们前辈看这个胸皮 ok next slide 这是美洲师 你看喔 这个很轻巧 美洲师 他们都会挂灰弹的 ok next slide 这是唐文刀 现在唐文刀 已经数千台 已经丢进俄乌战场 神风特工队 他身上不只有摄影机 红外线夜视镜 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炸弹 神风特工队直接炸下去 ok next slide 好 这是PUMA的UAV 这个UAV有个特色 美国在夜间用UAV操纵 抓迷路 你白天抓迷路很难 夜间抓迷路 这就是在信念operator 操纵justing 所以说民进党有一个何志伟 他曾经在UAV讲说 你只要会操纵搖杆justing 你就可以打战争 欸 我也是UAV 在夜间信念operator操纵justing 他讲的没有错 他讲的没有错 我一听他怎么讲出这么内行的话 我是这样感觉 但是呢 国民党是在说 你在说小威 我的看法是这样 ok next slide 这是英国的火影导弹 它是一个导弹 但是也可以当UAV 这个导弹就在天空道 看到不爽的就下去了 点端遥控 后面有领目控制 下去就下去 这是一个导弹 ok next slide 好 土耳其的TP2 美国老大哥一直在讲说 这是TP2干的 这是土耳其干的 美国老大哥 他不想直接射入战 他所有他干的事情 他都可能说 这是土耳其的TP2干的 所以说 让俄罗斯转向去执行 土耳其 事实上我的感觉是 不是美国老大哥干的 ok 因为美国老大哥 掌握了21世纪 直接带进国防部里面去 ok next slide 就是美国人干的事 但是他都讲说 是海丸心是那个 是那个乌克兰的 TP2是土耳其的 他不会讲都是我的 美国这是 这是有一个特色是这样 以色列的油弹弹药UAV 这是一颗 事实上它是一颗 弹药 卡在天空道 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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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看不爽了就下去了 ok 小心 Next slide 好 从2014年开始 美国就进入乌克兰协助信念 乌克兰的特种部队 台湾呢 早在两三年前的美金就开始进入协助信念 台湾的特种部队 所以说 UAV进入战场 特种部队 早就进去 纪念乌克兰的经验 所以乌克兰的坦克是在草原上的运动过程 全部都被CVS看得清清楚楚了 而且所有的部队的运动全部被广格化 被任务分配 主意摧毁 OK Next slide 甚至于在乌东 二军的占领区里面 70部兵团800个人 整个营被彻底坚美 不留活口 这个东西 美国老大哥C4IS看得清清楚楚 所有的运动 所有的补给 全部看了以为这个是一个stand alone的东西 彻底全面摧毁 一个都不留了 标枪导弹打战车 赤箴飞弹打 弹斗直升机 连那个苏凯35都被打下来 来 Russia 从这一次的战役里面 我这个电机博士 专攻21世纪 国与国之间的万家小派 我给Russia的定义是 他们专备差 妥善力又低啊 没办法抓 UAV嘛 没有能力抓嘛 所以说 这一次的作战是21世纪的科技 跟20世纪的传统的义合团的作战 OK 那之外 Russia 有4000辆战车 乌克兰的 乌克兰向土耳其买了4000架的TV2 所以说全部都讲成 美国不能够参进去 全部都讲是乌克兰的啦 是谁的啦 苏凯35 苏凯27 苏凯25 都被赤震卫弹打下来 苏凯35 他是 苏联4.9代战机 最新的 5.0的是隐形的啦 4年 所谓隐形是有连打荧幕看不到的 在乌克兰是谁打下来 美国竟然 他们就讲是尤才打的 是苏 苏凯300打的 我跟你讲 其实问美国最清楚 因为整个作战 美国老大哥24小时都盼着你 透过C4ISR ok 而且 德国的巴特艾布林雷达 提供了全部的监听内容 这个艾布林雷达 它有个特色 有IP的全部通信器材 都可以像我在山津大学的千校到巴德青 是我负责规划的 所有的电话都是使用IP 都有IP 你只要有IP的通信器材 全部都可以抓到 而且它的确定不必挂线 像我们被监听都会感觉有挂线 所以说布查大屠杀的时候 双方的互动的通信内容 全部被德国说 这个骑脚拉车要不要把它打掉 打掉就打掉 好 全部都被截听了 全部都被截听了 这个报告是不是有问题 来来来 Russia 现在已经占领了 前面那张 Russia已经占领了乌东乌南 其实他占领乌东乌南 只是在 只是在想在谈判上得到任何的 现在美国的陆战队 已经裁测他的专甲部队 那边的以色列的游荡UAV 所以说整个陆战队的边装 前面的专甲部队要裁测 换成UAV 所以说呢 就是美国透过这次的作战模式 也开始在推荐 他的边装 陆战队的边装在推荐 OK 你连整个部队的名单 都被人家发布出来 C4 战场上面C4 ISR高效率的掌握 而且 好 我这边好像slide 我们是不是slide有点在震动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这边被干扰 好 对我这边的slide一直在震动 俄国 现在推出了 因为这实在是我做的 所以说 我是没有问题啊 我只要看几个字我就知道了 所以说 现在的战场 已经被C4 ISR高效率的掌握了 而且 决策 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了 不是像俄国 他们北京西地平 他们的作战决策 透过C4 ISR 几分钟之内就搞定了 现在俄国推出了两四栋的气泡 这可以打核弹头的 到底干不干呢 好 next slide Russia 他在马利波的公安站里面 被C4 ISR看到 他丢下了化学武器 美国呢 美国呢 表面上呢 大增几乎不参战 但是呢 好 所有喔 捷克 像捷克 捷克不是分成捷克跟斯洛华克吗 那斯洛华克的米格29 因为米格29呢 是 乌克兰的 的pilot 直接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美国跟捷克讲说 你那 数十架的米格29 直接交给 交给那个 乌克兰 那我 你的 环空的空隙 以我来帮你补上去 ok next slide 英国的首相 波瑞江神 对乌克兰讲说 我给你贷款 购买股去 而且无上限 而且欧盟的主席 洪德莱恩也邀请乌克兰加入欧盟 协助其战后的经济恢复 ok next slide 现在是这样的 乌克兰是 越打 人越多 炮弹越多 所以说金氏的底层是 是经济 拿破仑就讲要打仗 三个条件 第一钱 第二钱 第三钱 所以说 那如果再谈到中共 中共的北上管生 还有所有的一线城市 几乎全部都被 都被 Omicron 占领了 所以说 他没有 他现在也已经快断手断脚了 好 金氏五国 中国 印度 巴基斯坦 南非 以及Rashio 他们总共有三十亿的人口 他们要全力停 停Rashio 所有的石油 从俄国进口的石油 全部改用 如故来计价吗 行吗 ok next slide 行得通吗 拜登哦 直接警告 印度的总理莫迪 你比我还要注意 你如果这样 好 ok next slide 世界有四个大卫星呢 美国的GPS 已经进入了C4ISR的21世纪的战场 那么 现在全球有四大卫星系统 一个是印 一个是欧洲的前例列 一个是俄国的Galolus 一个是中共的北斗 他这四个大卫星系统 美国的GPS 已经进入了C4ISR战场 ok next slide 我这边的power point 被完全干扰 我们这边很稳定 这边ok 对 我的荧幕上被完全干扰 一直在震动 所以说西方支援 乌克兰 有四万五千枚的导弹 其中有一万七千枚是 是 是环坦克导弹 所以说 像苏凯35 还有 苏凯35 还有俄国俄罗斯的战斗直升机 都不敢 飞到乌克兰的领空实施攻击 他们只敢在白俄罗斯 甚至以他们Russia的领空上面 把飞弹打进乌克兰 现在战争已经打到 因为俄罗斯 他搞不清楚 为什么苏凯35被打掉 战斗直升机 只要飞进领空 就被打掉 所以他们 只敢在白俄罗斯的领空 隔空 隔空攻击 ok next slide 好 现在 美国 在一个礼拜前 他提供了86亿的金贝清单 有包括 唐环刀 那我以 这是拜登提供的 有11项的金售案 有7项 是C4RSR的 雷射导引火箭系统 唐环刀战术无人机 美洲报无人机 美洲报无人航空系统 就是 无人机 好 ok next slide 11项里面 有7项是C4RSR 换 无人机系统 像这个 我刚刚 我这边slide上面 用黄色的标示 就是 C4RSR的系统 还有夜市专备 热显向系统 及关血用机 这些 我一看 11项里面 有7项 是属于C4R 好 你看 战术安全通信系统 商用卫星引向无路 所以说 俄乌的战争 内航的 是看他使用C4RSR的装备 外航的看热闹 赤装飞弹 标枪的缓战车飞弹 ok next slide 好 台湾的海岛皇位作战 在我的眼中 中共是一个战争文 它根本就是义和团 他们只会搞宣传战 他们是陆权国家 大陆英主义 所有的陆权国家 大陆英主义 他们陆权国家 打战士打装甲 战车 但是问题是 装甲跟战车 对啊 海权国家 台湾四面黄海嘛 你那些战车是搬不过来的 一架50吨的战车 是搬不过台湾海峡的啦 好 所以说中共的武器装备 都是说谎吹牛啦 虽然2015年 中共有跟苏联订过了苏凯三十五二十四架 而且在2018年形成战力 但是呢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我们看一下 C4ISR的作战模式 已经被美金搬进俄国跟乌克兰的实验战场 而且打得很漂亮 如果习近平敢扩销 这个将会 这个作战模式将会搬进台湾海峡 台湾海峡里面 中共有蓝蚂蚁很厉害 海上民兵蓝蚂蚁 就像这张相片一样蓝蚂蚁 这个很简单啦 C4ISR在部队在东南沿海集结 完成的时候呢 马上就攻击 攻击 炸弹之母丢下去的话 蜿蚁一公里之内 不管你的集结地 还是在台湾海峡上面 蜿蚁一公里之内 全部无生命迹象 那这些蓝蚂蚁 就像相片上面这样 就全部跑掉了 OK 尖敌夷敌击 所以说我们现在先回顾一下 这代反啦 你看辽灵号金舰 他在海上航行 他烟这么大 夭壽啊 这怎么打仗啊 OK 好 他告诉敌人说我在这里 两颗飞弹下去 就像莫斯科号一样 一个没有海U 空U的航空母舰 就像飘破在海上的一口铁棺材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 你看右边这张相片 旁边七族舰 主力舰 这些形容舰 通通天空 海面 海线 地面的潜艇 所以说 我所有的机密都跟你说 我如果你说什么 就有人说 你不满啦 你小老板姓 人家怎么跟你说 所以我们真的 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 不会告诉我们 但是领袖的权力极大 还有免责权 所以一切都很多 所以他刻意说 你自己的良心在哪里 我们要参与行动的时候 非常的缓慢 所以如果你领受 可以将国家全体人权利益 更领域派系的利益 为国己才 不说这个事 不能出闲 出闲会乱 有人跟你说 你最好怎么样 你不要说 以前下事 有说 是什么制度要改 那你说 如果他可以按照这样去改的时候 那这样的人民就比较幸福了 我们来说 安安领领袖 那是政府的 人民的 台湾人民 在里面 驾富差不多10亿 插1.4%10亿 但是10亿 大概3千多万而已 也是1.4% 摸好摸好 那华硕集团 也有人跟你问 华硕你是怎么在 博士区那里 在那里没电脑 华硕说 不然我贡3千万 所以 这个台湾人民 你们定于官籍的心 愿不愿意 可能会愿意坚钱 我来要问什么 我就 做成立 我不能这样 所以 你如果说 要他坚钱 还可以 要他做更多的时候 你说要学习 他们自救救人 阻断侵略的范园 乌克兰全民皆兵 你会学习到多少 非常的可疑 非常可疑 新加坡 这个 曹青城 他是规划 他说 中国是乱言 有人说 曹青城 你是 新加坡人 外人 你就闭嘴 但是 曹青城 一样否定 中国的正常性 他 他 要说 至少第一步 他不是说 这些人 不想去公园 就是不想去听 不想去听 不想去听 中国不想去听的话 所以 台湾人民 不想去听中国不想去听的话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 我来说 台湾人民 是 存补善良 受騙 不义教育 要民主 这些人民 可以 可以 安大大共 所以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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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你我自己人 我自己也要监督 但是 你说 武帝 习近平 方向左板 他在国内西西多 为什么要贱管 他在贱管 是怎样 因为 他说 你本地跟你翻脸 所以 台湾的亲郎朋友 就想 你如果他说 他叫他改变 他也会跟你翻脸 所以 人民是不是真的可靠 我们不知道 那 这里面 说来说去 有一部分就是 内奸 非常 危险 我不想再说 是我们 不可能说 但是 我们看到 台湾的 所有的法律 对于内奸 没什么 专闭中 专闭也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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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这个 非常的恐怖 然后 这个事情 我就想到 既然这么恐怖 我要到中华重庆南路去买一点书 你在中华重庆南路看到 有浙江省文化集团设的叫做天龙书店 这边的很多 在那个 中华重庆100公尺以内 设程以内的地方 有很多 中资机构 非常的多 里面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时间讲 你们有机会自己看 所以我就想到说 我们这次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让我们去管 管理说 你那个 COVID 你要先隔离啊 我没有 不一定有危险性 但是说 你管起来 我们人民才会放心 台湾人民才会放心 所以我就想到 一步说 诶 这里面看起来 你觉得这几个人 你是不是觉得也很危险 虽然他 不一定说 他一定是 怎么做天方科 但是 如果 中华要把你打来 就已经你启动了 我是不是请你进到 这个教育营 还是集中营 这样的话 我们 你自己的不安便 我们 全国台湾人民才会安心 这个是有点 构想 像那时候 二十四个台前 金珠 打下去的时候 日益的美国人 也是请他说 不然你们暂时来吃 我就让你们吃 都关键 都好吃 你在日益里面 不然有人会给你打你 看你日本人 给我 放金珠 你来这里我给你保护 所以 我就有这个过想 就是说 你们进来这个 集中营 不然说集中营 如果说教育营 更好听 他们现在新疆教育营 对 这是 对